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牛家娃娃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大家知道多肉有上万种 那这些多肉呢 大家在家里多多少少都有养上几款 很漂亮很萌的多肉 那大家知道多肉有些是有招财忘孕的孕意在里面 如果家里养上几款带财气的多肉 那势必就会好运跟着来 而且梦想成真 那今天我要把这些有财气的多肉介绍给大家 那不知道你们家里有吗 因着名字还有它外表的长相 那大家就知道 它确实是能够带来财运给我们 那今天我们就来开始介绍 我们有带财运的多肉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款多肉 它叫做西财树 那真正名字叫做铜叶花月 它有招财敬宝的意思 那大家看它的叶片 是不是就像一个吸盘的样子 那就是把好运和财运通通吸进来 所以才叫做西财树 但是它有一个名字非常好叫 而且很容易记的 叫做史瑞克的耳朵 看下面叫史瑞克的耳朵 很可爱 好那它呢 在叶片的当中呢 是呈现绿色 如果光照足够的话 那它叶子的末梢 就会呈现红色的状态 那我们可以放在屋内阳光充足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款多肉 西财树 第二款就是钱串子 它也叫做新仪女 那你看它的外形 就像我们古时候的钱币 一个一个串在一起 所以呢财富就是这样子累积起来的 所以呢 它就叫做财源广进 钱不断不断的进来哦 第三款就是红宝石 红宝石的寓意就是石来运转 那它红的就像红宝石一般的 红红火火一切顺顺利利 所以呢好运自然来 所以我们种上一颗红宝石 就能够好运跟着来哦 第四款就是火迹 那火迹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秋火莲 它也是红红火火 非常的好养 那这个是上次被我砍头 很快就长出来了哦 所以呢它象征的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蓬勃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 火红到这样子 所以在家里栽种火剂呢 在风水上它是有催化 财运的风水作用哦 所以呢不妨我们家里来一盆火剂 搞不好就会石来运转哦 第五款就是佛珠吊栏 它又叫做珍珠吊栏 它是一款很好的室内悬挂的官业多肉植物 重点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可以空气净化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在屋内闪光处 它不需要太多的阳光 用上我们的佛珠呢 它每一粒呢就会晶莹剔透 而且非常的饱满 那佛珠在风水上面有着子孙满堂 合家团圆的寓意 而且有催化财运的作用哦 所以种上一盆 我们的佛珠吊栏 其实非常非常的美 第六就是我们的红枝玉 它的寓意就是金玉满堂 它在阳光越充足 昼夜温差越大的时候呢 它的夜色会更加鲜艳明亮 而且你看它的叶子 小巧可爱 晶莹亮丽 像彩虹般的璀璨 十分完美 这就是我们的红枝玉 金玉满堂 最后一款呢就叫做金钱木 它的寓意呢也就是招财劲宝 它就是我身后这张图片 因为我手边没有金钱木 所以我让大家欣赏我身后的这个图片 那它的叶片就像铜钱一样 非常的相似 所以呢它的叶片又绿油油的摆在家中呢 就是充满了生机 可以放在室内有阳光的地方 那金钱木呢非常的别致的造型 所以呢就很受大家的喜欢 颜色形状都是非常的亮眼 所以呢它的寓意就是招财劲宝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金钱木 就是它 因此我们种什么多肉植物 可以让我们聚财器呢 就是上面这些多肉 大家不妨试试看哦 搞不好真的还可以让你 发财勒 好所以呢 我们人呢 就是都有会有一些偏财运 那就看你的气场 种上我们这些有聚财器的多肉 让你 忘忘忘 好运跟着来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并分享哦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看